刚才听你说了四个小时就已经记住了全部的这个舞蹈动作 那你还会觉得这段舞蹈当中对你有比较大的挑战吗 比如说什么样的舞蹈动作 其实以前没有尝试到 这次的感觉整个我都是第一次来尝试 整个感觉都是第一次尝试 所以就以前的那种那样的一个舞蹈的挑舞蹈的那种范儿 还有现在那种就还得慢慢的转变观 我明白就以前已经形成了那种范儿 突然要变成这个样子 对 第一次接触 所以就得改变一下 对自己现在这个改变觉得怎么样 满意吗 这会是你新的一种风格 对 新的一种风格 但是还需要味道更浓一些 是 刚才我们在这个直播开始之前 已经欣赏了韩庚的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这个MV作品 但我听说在另外一首歌叫My Logo 里面就有很多像MG致敬的这样一些很经典的动作 比如说像手推帽子啊等等 在这里是不是也能请韩庚能现场给我们来一段 就刚才来中间的一段吧 好 我们来请你导播给我们音乐 现在开始吗 对 好突然 好突然 来 这个音乐可以吗 可以吗 可以啊 那就从中间开始吧 好 好 哪个机会 这边让我 好 那从中间开始吧 这个音乐是对你的 你放就好了 你音乐过了 需要重新放一下 没有问题 稍微给前面一点点 稍微给前面一点点 再给前一点 好吗 不好意思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们从 再从头 这可以吗 还是再前 再往前 再往前一些 再往前一些 再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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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说这就是头了 不可能吗 不可能吗 是因为你们截取的只是这一部分吗 还是说 他们只截取了从这开始 那算了 那我教你吧 我教我 对 我教你吧 就不放音乐了 我教你几个动作 简单的 好吧 不行 我脸激动 你教我简单 你做的简单 很简单的 来 看过拳击吗 OK 看过吗 是这样的吧 蹲下来 好 1 2 1 2 3 对 来吧 没事 来 1 1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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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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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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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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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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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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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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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自己把音乐放上去跳对吗 那不会 我在家我就回到家我就睡觉了 一般都在排练厅 如果我觉得这个动作不舒服 或者觉得记得还不熟 我会继续来继续来 一直在练 如果要学舞蹈的话 我觉得这个动作很难的 有时候会忘了这样 我说不行 一直练到我能记住的 是你因为你之前小的时候 有那个民族舞的基础 会不会对于后来就是 它帮助很大 还是有帮助 就比如说像我那种舞蹈 完全没有功底的人 就会很难 就基本上放弃好了 能练出来 能练出来 没关系 下次找你做老师了 在这张新专辑更新当中 还能不仅带来了非常多的这个 进歌热舞呈现 同时也首次尝试了抒情慢歌 而且包括了像R&B 绝世民谣等多种风格的音乐 都在这张专辑里面能够听到 在这里我们想跟所有在线的 网友朋友发起一个互动 想看看大家你们最喜欢 更喜欢听韩根唱哪种曲风的歌曲呢 我们提供了有四个选项 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进歌热舞 抒情慢歌 R&B以及民谣 当然韩根也可以在我们直播当中 你自己选一个 我来帮助你在我们提供上去选 其实他都时时在滚动的 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R&B那样的风格 R&B风格 我们去谈一下 但是网上的朋友好像对于R&B风格的歌曲支持的不多 可是还是因为以前唱的小 我觉得 其实R&B也有一种像加那种金歌热舞的那种感觉 金歌热舞再加那种R&B 对 很mix那种感觉 对 跳起来很自由 有点像我这次的专辑 叫《给陌生人的情书》 那里就稍微有一点 像R&B还有爵士 但跳舞的时候很自由放松 可以随意的去跳 因为R&B本身它就是一种比较自由放松的感觉 对 其实刚才导播已经跟我说了 就是也跟网上朋友说一下 就是我们一会儿呢 请韩庚在结束之前再带上舞蹈 请大家耐心等待把我们的这个直播看完 在这张专辑里面容纳了这么多种风格的歌曲 是因为韩庚希望在这张属于自己个人的专辑当中展现出多面体的多面音乐风格的韩庚吗 其实有很多的音乐风格我没有尝试过 还没有在以前的唱过歌里面尝试过 所以这张专辑呢我也想说都去尝试一下 但我喜欢的还有我以前没有试过的 比如像CNO啊还有CNO这首歌呢稍微有点偏游滚 偏游滚 对稍微偏一点游滚 但我觉得我还很喜欢这首歌 我们看到现在的投票结果大概有过半数的网友朋友 去选择了这个抒情曼歌 看来这张专辑里面的抒情曼歌还是很被大家所喜爱的 会以后在未来的专辑当中多一些这样方面的歌曲吗 我会去多唱一些这样的歌曲 因为我也很喜欢曼歌抒情曼歌 一般去跟朋友去KTV的时候唱一首 你就会唱的比较多的抒情曼歌 对对对 你会去唱谁的歌曲 很多像王力宏的曹和的 齐琴的 徐人建平的 好多 你声力好广 还有老中青三位都有 那我看到投票结果 54%的网友朋友支持的抒情曼歌 38%的网友朋友支持的是这个静歌热舞 R&B的支持率虽然不是很高 但是我相信今天这个看了直播之后 很多的网上朋友会支持韩庚 多去尝试他自己喜欢的音乐类型 那刚才说到这个抒情曼歌支持率这么高 你不知道为什么韩庚也把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抒情曼歌送上呢 那就我很喜欢的一首曼歌是小胖老师给我做的 叫星空笔记本 我听说星空笔记本的歌词很长 要不要把歌词 你自己能记住吗 还是需要来看着歌词 我能记住 我的歌 你为什么那么厉害 你为什么记性那么好 我是死记应被的 这跟记舞蹈不一样 这个是死记应被的 你让我唱吗 当然 不是 忽然让我唱起歌 送给那个网上很多 那我就唱一段吧 好 没问题 就唱副歌的 好 好 你会唱吗 我还没有学会 但是今天听你现场唱一会我马上就会 好吧 好 那我就唱一小段 嗯 心疼你说很深 心疼你的认真 连分手的余生都心意写在笔记本 心疼你说很深 心疼你的认真 坚持要让离别的故事完整 说是你不让我的 嗯 真的很好听 你们这里面有你的故事吗 唱得如此深情 嗯 是原文人老师把我写的词 对 但是他是听了你的故事之后写的词吗 嗯 不是 哈哈 但是唱唱情歌的时候会想到自己生活当中一些经历过的段落吗 嗯 嗯 其实用心去唱 就会好 就是想想电影的画面 用心去唱 我觉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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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